如果到成都旅行,不妨给三星堆留出一天时间,它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与成都近在咫尺,非常值得一去。 另外三星堆文明是迄今在西南地区被发掘出来的最为完整的古蜀文化遗址,它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的历史。 我在2023年穿鱼柜的长途旅行中,就和老朋友南希一起,在三星堆博物馆逛了一圈,并把我们的所见所闻通通记录在这个视频里,分享给各位。 本期视频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三星堆旅行的攻略,三星堆历史的介绍和一些碎碎念,第二部分则要重点讲解其中的26处文物和看点,小破绽的观众可以按照章节来选取你要看的内容,其他平台的观众则可以按照分级来挑选你想要的内容,创作不易求个三连吧。 去三星堆之前,记得提前买票,买票的小程序名叫三星堆博物馆,全价票是72块钱一位,价格不算便宜,我没找到优惠票,也没发现它的限流机制,订票还是很顺利的,不知道寒暑假会不会难一些。 另外这个小程序除了买票之外,还可以预览一下交通,我们可以从春新路坐大巴,或者从成都东坐高铁到广汉北,或者是自驾,三选一即可。 我们一开始选的是高铁,好消息是,这个车班次多,时间随便选,不用早起。 坏消息是,我起得太晚了,所以错过了去广汉的高铁,然后我当机立断,就直接从成都打车过去了。 这一趟花了70元左右,等到了三星堆门口,才想起大巴这个事来。 这也没什么,旅游博主踩了坑,他的粉丝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言归正传,我们早晨出来的匆忙,什么都没吃。 这会儿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幸好三星堆博物馆门外有小吃摊,我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看什么顺眼拿过来就吃。 这边的东西价格还可以,一人花几十块钱,也足能填饱肚子,逛一下午了。 从外边景点吃东西,就是图一个方便,大不了晚上回成都再吃好的。 然后我们到门口刷票,顺便看看整个遗址公园的地图。 这里最重要的看点就是新建的陈列馆,我们今天的旅途就从这里开始。 进了陈列馆大门,就能看到一大堆人在排队,他们等待的是官方的讲解。 如果你需要讲解,又不愿意排队等官方的,可以在门口扫码听讲解,也可以顾附近的野生导游给你讲。 你不用刻意找他们,他们会主动来找你,这一路少说能碰见七八个。 此外,还可以在里边租用导览器,价格我也拍下来了,供各位参考。 此外,现场还有三星堆的遗址地图,这个遗址不对外开放,也不要想用无人机去航拍。 广汉的禁飞区非常大,无人机带了等于没带。 这里一切能看的东西都被陈列在了三星堆博物馆里。 陈列文物的展厅分布在一楼和二楼,展出的大致布局在一楼大厅里也有所展示。 我们可以提前预览一下,对心仪的文物位置有个大致的心理准备。 然后我们走进一楼展厅,第一眼看到的是三星堆从出土到建立博物馆这近百年的往事。 这片古老的遗址是在1929年被偶然发现的,但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所以考古的事情也被搁置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考古项目才得以继续推进,这一挖可不得了。 前后二十年间,不仅出土的文物数量非常多,而且出土的文物都别局一格,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观之难忘。 并且它和同时期的很多文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待会咱们进去之后细说,在1992年,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奠基,1997年建成开放。 在此之后,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2019年。 我初次去三星堆博物馆,就是这一年的2月份。 当时去的就是这个三星堆旧馆。 当时感觉馆小小的,里边的人也少少的。 博物馆附近有院子,后院还有梅花开放。 也是在2019年,三星堆发现了新的祭祀坑。 在之后的三四年里,这些新坑里又出土了大量文物。 所以三星堆博物馆不断上新,甚至还修建了新的大展览馆,并于近些年全面对外开放。 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个比原来大了很多的新馆。 展览馆大了,来参观的人也多了很多,因为人太多了,前面完全挤不动了。 我们两个被挤散了不知多少次,所以后边都是乱看的。 咱们就信马尤江,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一楼有这么一个地方,还原了三星堆文物的出土,以及修复的解药流程。 这是我2019年没看到的,当时也没法看这个,因为画面中大量出土象牙的场景,就是2019年之后的考古成果。 有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对于观众来说就很方便。 他们在这儿看几分钟,就能基本了解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脉络。 在展馆的一楼二楼,散落着很多玉器展品。 三星堆的玉器品类是比较丰富的,这边有很多的愈歌,愈斧,愈凿。 这些东西是从新时代时期的兵器和工具里单独演化出来的。 但玉本身又脆又不实用,它的装饰性是远大于实用性的。 这个画风和同时期的中原文明,也就是商朝,是高度相似的。 至于其他的几种玉器,就是纯粹的祭祀用品,比如圆形的玉壁,包括游领玉壁,还有罕见的三孔玉壁。 这些就是用来祭天的礼器。 方形的玉丛就是用来祭地的礼器,取的是天元地方之意。 这边大量出土的玉章,外形可能源于石器时代的铲子,这里可能也是用来祭神的礼器。 既然祭祀文化如此发达,那么三星堆文明这个正体很可能是神权大于王权。 后面还有大量的证据能证实这个观点。 此外,二楼还有一片地方,专门用来展出玉料和制作玉器的工艺。 我把制作玉器的全流程都拍在视频里了,想自己手挫玉器的朋友可以直接参考这个流程。 值得一提的是,这边公开展出的大玉料,它不是什么文物,所以没有加玻璃罩子。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试一试手感。 除了玉器加工工艺之外,三星堆文明对于青铜的冶炼水平也是可圈可点的。 我也把铸造青铜器的流程拍下来了,大致就是前期先打磨,然后制翻, 然后是冶炼金属,胶筑,最后脱膜进行修整。 当年我在铸造厂待过一段时间,感觉现在的铸造工艺差不多也是这个流程。 区别就是前期打磨的时候,现代工厂用的是蜡,三星堆石器没有蜡,用的是泥,区别就在这了。 公开展览的数十尊青铜人头像,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代表之一。 这些人头像面容轻瘦,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耳环这种空有颜值,无实际用处的装饰品,在那个年代就是身份的象征。 那么这些青铜人头像,原型应该是取自统治阶层,大概率是王室或神职人员。 另一个名气很大的青铜造像,是抽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青铜立人像。 这尊青铜人像通高两美六多,重约180公斤,衣上花纹繁复,以龙纹为主,鸟纹重纹木纹为辅。 青铜立人像双手的姿势,看起来好像是在拿着东西,也有可能是特意涂造型。 但这些都是猜想,契金尚无定论。 博物馆用声光电的效果,展示了七种可能的猜想,你觉得哪一种更合适呢? 除了青铜器外,三星堆的出土文物里,也包含大量的金器。 虽说三星堆博物馆里,也还原了冶炼黄金,铸造金器的场景,但总感觉不对劲。 那个年代,人们会淘金还说得过去,但冶金技术并没有这么成熟。 何况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由黄金打造的文物,也看不出来铸造的痕迹,反而有不少锤打的痕迹。 所以关于这些金器的诞生,就有了很多说法。 有的说法说这些金子是从沙中逃出来的,也有的说法说这些金子是用整块的狗头巾打出来的。 最后一个说法更离谱,说三星堆是来自外太空的文明,他们用的金子是从陨石里带来的。 至于哪个说法更合理,就要靠时间来一步步验证了。 在三星堆的金器里有大量被修复的金面具,我们之前展示的青铜人头像,而金面具的尺寸恰好和青铜人头像的脸差不多大小,也确实有少数的青铜人头像上边是自带金面具的。 这些金面人头像的圆形身份,大概率比不戴金面的更尊贵。 这里的金器不只包含金面具,还包括一根金杖,虽然金杖很大,但它的镜重只有500克。 因为原始的金杖是用锤打出来的金皮,包裹木杖所形成的权杖,出土时木杖都烂没了,就剩下金皮了,所以就只剩500克了。 金皮上的花纹皆有鱼形和鸟形,加在一起就是李白诗句,残从及渔腐,开国和茫然中的渔腐王朝的图腾。 金杖本身可能是统治者使用的权杖,本身是权力的象征,在很多平行文明中,也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以杖状物来昭示自身权力的做法,而且权杖的材料一般都比较珍贵,这可能就是早期文明的一种共性了。 另一处知识展牌看起来就更直观了,这边展示的是三星堆和其他文明的关系, 其他的我没接触过,但梁祖古城我还是去过的。 这是2023年3月份的事,我去杭州找好朋友Linda去玩,然后一起逛了梁祖古城,那边的玉丛大雕塑,原型就取自梁祖玉丛。 这个外形就和咱们刚才见到的三星堆玉丛非常相似,再往后边走就来到了一个名叫都广之野的展示。 这个屋子用声光电的方式对古代的成都平原做了一个立体的展示,有很多游客就在这个屋里拍照打卡,如果来了可以拍几张照片, 总体来说还是挺出片的,在三星堆的二楼展厅有一个青铜硅背状网格器,是2022年新出土的文物。 这个造型的青铜器太罕见了,给专家都整不会了,他们只能推断说这个是占补工具,用法与硅甲近似,具体的细节还有待探索。 二楼青铜墩的造型和中原的青铜器是很接近的,但是这边的花纹很独特。 墙上的知识展牌也对三星堆青铜墩的花纹,以及他们对中原青铜器的选择性模仿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后边的两尊铜器很有意思,这个青铜神兽的展牌写着3D打印复制,一看就不是真货,所以关注它的人特别少。 后边的奇兽顶尊人像就附带了一块高情商展牌,上面写的是研究性复原,我特意查了一下,所谓的研究性复原,是指这个东西原本不在了。 然后专家进行合理推导,最后重新做出来一个,很多在古建原址重建的建筑也属于是研究性复原,游客对这种新修的建筑嗤之以鼻,但对于研究性复原的文物反而是不明觉厉,争先恐后的过来拍照,可见说话的艺术还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尊被研究性复原的文物是2022年出土的青铜神坛,它一共分三层,底层是青铜神坛底座,里边有十几个小青铜人像,每个人的分工也是各有差别。 中层是青铜神兽,代表着原始文明的自然崇拜,上层是青铜顶坛人像。 人像原形应该是当时的神职人员,也就是主持祭祀工作的人。 三层场景拼合到一起,大概率是对当时祭祀场景的还原,起码是勾勒出了一个原始的轮廓。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的青铜面具,墙上的知识斩牌说青铜面具代表被神化的先王,他们的作用是供人瞻仰尊敬。 那这个巨大的青铜面具应该就是干这个用的,小点的面具是可以戴在人脸上的,一旦巫师把这个东西戴在脸上,它代表的就不再是自己,而是成神的先王。 所以面具这种东西在神权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但到了战国之后的王权社会,这种东西基本就退居二线了,有点话语权,但是不多。 再往后是研究性复原的鸟族神像,早期的人类是崇拜禽兽的,因为鸟能飞上天空,野兽有爪有牙,还跑得飞快。 人类觉得自己不如它们,就会对它们顶礼膜拜。 我当时就把这个行为称为禽兽崇拜,其实严谨的说法应该叫自然崇拜。 三星堆属于是早期的文明,所以有很多的文物,都能代表它们的自然崇拜理念。 除了眼前的鸟族神像之外,还有青铜兽型面具,还有青铜虎形器,蛇形器,龙形器。 我甚至怀疑在古代是不是真有龙这种水生动物,只是后来灭绝了,然后人们就把它吹得神乎其神了。 除此之外,早在没有篮球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青铜来记录积琴的形象了。 再往后就看到了青铜太阳轮,这个文物可是大名鼎鼎了。 它的外形很像一个方向盘,也很像太阳发出的光芒,所代表的是太阳崇拜。 因为太阳能带来光和热,所以很多早期的文明都曾有过太阳崇拜。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刘慈欣的小说《山》,书里所描绘的地心文明生物,从来就没见过太阳。 所以它们不仅没有太阳崇拜,也没有诞生任何宗教。 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这个因果关系是合理的,人只会对见过却不了解的东西产生幻想。 但对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就不会有什么想法。 再往前的大厅里是大名鼎鼎的青铜神术,大厅中间是一颗修复完整的神术。 它高达396厘米,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并被命名为一号神术。 你可能觉得这颗青铜神术很高,但它最上端仍然有缺失的部件,如果不缺的话,完整高度应该是在5米左右。 大厅的周边摆放的是其他青铜神术的零件,这些都还没有拼起来。 但看了中间那颗一号神术,我们也能大致想象出来,其他神术如果全盘还原了,那壮观程度应该也是不亚于它。 在神权社会里,这个青铜神术的作用其实就是通天,说白了就是靠它与神灵沟通。 之后中国在进入王权社会之后,就不再需要青铜神术来和神沟通了,但它也影响了一些后世的文物。 比如后世的摇贤树就在很多坟墓中的随葬品里出现过,人们还在和超自然力量沟通,但人类已经是甲方了,他们开始给神安排工作,让他们给自己带来财运。 展厅最后一个大看点,名叫青铜纵木面具,该面具于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这个青铜面具巨大,而且眼球非常夸张,呈柱状向外突起了16厘米。 据推断,这个是第一代蜀王残丛的神像,也是当时的部落图腾,但我不相信残丛王真长这样,根据我的猜测,他大概率是个高瞻远瞩的闲者,所以铸造面具的人就以眼球突出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夸张的演绎。 后边还有一些小看点,就只做个简单的介绍了,比如青铜立发人像,我们为了方便记忆,可以把这个简称为沙马特。 这个新出土的尼素桃猪和愤怒的小鸟里的反派绿皮猪很相似,这个囤特别翘的健身教练,他的学名叫做三星堆卓群立人,这几个都在陈列馆,但我都没找到,都是南西帮我拍的。 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三星堆博物馆的陈列馆,然后我们从这走出去,一路向西走到青铜馆,但是这个馆目前没开门,那几个知名的青铜器我们刚才都在陈列馆里看过了,真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高手。 然后我们继续往南走,就一路来到了祭祀台,这座高台的中间矗立着青铜立人像,台上比较清静,没有多少人,但是台下有很多人在围观。 在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如果举办祭祀活动,应该也是这样的场景,多数人在台下看着少数人在台上忙前忙后,根据现有资料的记载,三星堆的祭祀坑里曾出土过很多动物骨骼,这些应该都是当初的祭品。 同时期在中原的商朝是非常流行人迹的,不知道三星堆这边有没有近似的习俗。 走下祭祀台,穿过树林,前面就是三星堆开放式文物修复中心。 进了这个馆才知道,原来刚刚出土的文物和展厅里边的文物形象,那简直是天差地别了。 文物在刚刚出土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残破的碎片,但经过工作人员的心情修复后,文物回归了它原本的样貌。 我们才得以通过这些文物来出亏远古文明的本来面貌。 为了方便展示,这个厅里边有很多地方在播放文物类的纪录片, 也有很多的互动屏来帮助我们了解文物修复过程的始末。 最后再往前走,绕过没有开放的综合馆,就来到了盐学馆。 这里的展览主题是饮食文化展,这个厅里的展览是以图文知识展牌为主的。 走到了后半截,就发现它的主题逐渐变成了酒文化。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展览是建南春主办的,那自然就能说得通了。 走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旅途终告结束。 回成都的时候,我们登上了开往春兮路的大巴。 这一城从天亮开到了天黑,从远古开回了当今。 夜晚的成都下起了雨,车外很冷,车窗也起了一层雾气。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外边的雨仍然在断断续续的下,没有停歇下来。 我突然就想,如果我生在三星堆的时代,运气不好,那就是个任人宰割的平民。 如果运气好,当了大祭祀,也得担负起风调雨顺的职责。 如果该下雨是没下雨,不该下雨是下雨了,弄不好也得给我点了天灯,以平息神灵的愤怒。 这就是神权社会的游戏规则。 我们如今所在的这个时代,虽然各有各的苦恼,但终归是一个相对文明的时代。 在时代的发展下,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提升,所有普通人的境遇也得以被改写。 我们也能在闲暇的时间里,拜访那数千年前的古迹,透过玻璃背后的文物去追溯往事,观照金谷。 那便是时代发展下的便利,能生在这样的时代,又何其有幸。 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和徐公一起独城,一起旅行。